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接下来的中风战是十七皮 主持人解释,这是以十七张扑克牌进行的游戏 分别是A、K、Q、J各四张,再加上小丑 小丑能当成任何一张牌 牌面的大小次序是这样 五条,大童话顺,四条,俘虏,顺子,三条,桃皮,一对 庄家提议进行模拟赛 西军派了小池,东军则又是小池 庄家说明他会充分的洗牌 然后每位参赛者有一次机会cut牌 也就是参赛者指定从第几张牌cut 然后庄家便从那个位置把扑克牌分成两半 再把两叠牌互换 接着,参赛者必须支付入场费五个筹码 如果分不出胜负 入场费就会由庄家所有 小池的牌面有一对A 然后就进行第一次下注时间 赌注最低是五个筹码 上限是入场费的三倍 小池先开始,选择过牌 如果连续过牌两次就算不分胜负 那么十个筹码就为庄家所有 小池不过牌 他下注五个筹码 这时小池可以做以下三种动作 第一,加注,提升赌注数额 上限是15个筹码 第二,跟注,也就是5个筹码 第三,盖牌 盖牌就是弃权,也属于不分胜负 所以入场费10个筹码会留上庄家 余下的则成为敌方的囊中物 接着小池加注10个筹码 小池跟注 接下来就是换牌 由宣告赌额一方,也就是小池先换 小池换掉了三张牌 现在牌面是A和K的桃皮 敌方也换三张 那么下面进行第二次下注时间 这次的赌注是第一回合下注的金额 第一次就是10个筹码 上限则是入场费的6倍 即30个筹码 小池果断下注15个筹码 小池跟注 庄家宣布开牌 小池有小丑 做成三条获胜了 拿下小池下注的30个筹码 庄家补充游戏会玩10局 赢取较多筹码的一方获胜 贾拉妹看不下去跟傻瓜子解释 你交换了三张 对方也换了三张 也就是说全数17张牌里已经用了16张 小池没有小丑 所以小丑在对方手上的可能性相当高 而只要有小丑在手 也可以确定手上的牌面是三条以上 假如小丑以外的四张牌都是不同的 那么必定也会成为顺子 面具后的主持人大概露出阴险的脸 自言自语的说道 这个游戏可是为小池两身定做的 第二局模拟赛使用全新的一副牌 这是为了避免玩家在牌面留下标记而作弊 并且扑克牌背面的设计也有些不同 这样一来要把用过的扑克牌混入初老千也不管用了 几场模拟赛结束后 小值大输 不过小值说有注意到很多事情 胜负关键在小丑 有小丑最低限度也能做成三条 反过来说 手中没有小丑的话 就表示小丑很大可能性在对方手上 那么要以桃皮胜出的机会微乎其微 假拉妹补充 如果最初手牌里已经有小丑的话 胜出的可能性会更高 三条是在有小丑的情况下最糟的情况 不过如果换掉两张牌 发展成俘虏的可能性为50% 而发展成四条的可能性也有30% 最后小值说 他观察到小池在第四局的模拟赛表情有变 假拉妹虽然不屑这种直觉 不过小值则回真的说对了 在西区的小池告诉队员 这个游戏他赢定了 其实秋山也注意到在第四局模拟赛 小池换了四张牌 这个游戏参赛者手上最低限度也该有一对 一般只会换二到三张牌 所以也许小池真的发现了避孙法 接下来就进入正式比赛 一开局秋山的牌面是有小丑而且还是顺子 小值喊成功了 假拉妹则说糟透了 一开始拿到好牌就不会换牌 那么对方知道你拿着好牌也肯定会弃拳 秋山先开始 下注十个筹码 对方跟住 接着秋山竟然换了三张 队友都很不解 小池也换了三张 秋山再下注十个筹码 小池跟住 这时假拉妹明白了 秋山是在诱导 如果小丑在手 换牌数目可能是两张或一张或不换 换三张的做法就代表小丑不在手 反过来说 当秋山第一次下注十个筹码 对方会认为秋山那手牌不错 接着秋山交换三张牌 对方会想原来他手上没有小丑 那么双方就势均力敌吧 然后秋山不加赌注 这代表没换到小丑 那么在这里一决胜负吧 另外即使把顺子换掉 也不会令牌面变差 除了A和小丑 秋山把余下的牌都换掉 只要有小丑在手 最低限度也能做到三条的牌面 甚至有机会凑成更强的俘虏或四条 结果出炉 秋山胜利 排面是A三条 第二轮又是秋山胜利 这时细菌坐不住了 喊暂停 阿代问 既然你已经知道必胜法 为什么还连输两次 小吃回答 那只是为了完成必胜法的最后手续 接着继续向他们解释 当在模拟赛第三回合时 他看到庄家在印度洗牌 切换至美式洗牌的那刹那 看到牌堆底的那张牌是白色的牌角 在这个比赛只有A和小丑是白色的牌角 而小池可不是泛泛之辈 他是承夺的日本第一的前轻量级拳手 因为力气不大 所以拼命练习动态势力技术 这样就能够刚好避开对手的拳 虽然最后因为失望膜脱落而被逼退 不过要在洗牌过程中追踪一张牌的行踪 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在第三局确认了他最终的那张牌 真的是白角的A 在第四局又发现了牌堆底是白角 因此推测难道扑克牌的排列次序 跟最初从盒子拿出来时是一模一样的 毕竟全部都是全新的扑克牌 为了确认小子在第四局换四张牌 果然跟推论的一样 每副牌最初排列顺序一样 而且最低的那张是奎扇A 而在第五局最终到最下面第二张牌的图案是奎扇J 因此可以估计扑克牌的排列规律 那么寻找小丑的工作只好带到正式游戏里 以输了两局为代价 他终于找出小丑在排队最上方 马上第三回合正式开始 通过cut牌 小池果然把小丑拿到手 然后也获胜 第四回合小池没有拿到小丑 那是因为轮到秋三最后cut牌 双方都各有一半机会在最初抽到小丑 如果小丑还在余下的牌 只要小池取得优先换牌权利 秋三就绝对无法得到 也在这时 小池换了五张牌把小丑搞到手 换言之,只要小丑在第一到第五张之间 小池就百分百能够拿到 要是落在第六第七张 秋三也拿不到 因为十七匹的玩家在最初的牌至少会有一对 那就表示玩家应该最多只会换三张 小池只换两张以内 那么最后小丑就不会落入到任何一方 另外,因为小池换掉所有的牌 令他看到十七张牌里的其中十张 反过来计算一下,对方的七张牌就一目了然 这局秋三的牌最多也不过是桃皮 所以小池稳超胜券 第五局,小丑在秋三手 而且是四条 小池先开始选择盖牌 第六局,因为小池后cut牌 小丑到手而且是四条 小池胜利 局势逆转 细菌领先18个筹码 秋三冷静的说,你看得到小丑吧 即使要做也别那么明显啊 这时小池喊暂停 他要求细菌终止这种毫无意义的比赛 我们想要拯救你们 如果一直弃拳 大量筹码将会落入庄家手中 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参赛者的损失 在这场败者复活赛 分配给参赛者的是9亿 但事务所所回收的是6亿 换言之,只要我们放弃无谓的比赛 就能以3亿元救济几个人 但是细菌的小板根本不相信 时间到了,比赛继续 小池问 小池说的是真的吗? 随即下注最高限额15个筹码 还补充 如果要拯救我们 就不能让庄家赢钱 不可以选择盖牌吧 然后秋三选择跟注 换牌后小池又下注最高筑码30个 还说,我所上是5张超级坏牌 你肯定能够胜过我 秋三跟注 开牌后小池4条Q胜出 目前东西菌筹码数目相差118个 秋三不爽了 毕竟他是抱着亲切的新跟注 既然如此 他要击溃对方 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